今天做的这道是酸菜鸡 我个人认为比酸菜鱼更加的好吃 价格相当清明 10块钱左右 制作也非常的简单 准备两只鸡腿从中间破开 我们这一步把整只鸡腿去骨起肉 这道菜我建议一定要去骨 如果连骨带肉一起破刃的话 吃不到它爽滑的口感 鸡腿去骨没有大家想象的这么难 你只要把它筋膜切断以后 把它吃下来就可以了 剔出来的肉把它切成厚片 在切的时候一定要把它的筋膜和皮一起切断 剩下的骨头把它砍成大剑 这道菜好不好吃 关键这一步的腌制 下入适量的盐糖胡椒粉 然后给上多一点点料酒 把它抓拌均匀 抓到了干水以后 下入适量的淀粉 然后给上油 准备这道菜必不可咬的酸菜 还有姜片 蒜末 葱花 花椒和辣椒干 首先第一步进锅下入酸菜 把酸菜的水分炒干 酸菜炒制的作用 第一可以起到杀青 第二可以起到蒸香 炒到酸菜的叶子有一点饭卷以后 就可以出锅 然后锅中下入适量的油 把姜片和鸡骨爆香 两者爆出香味后 下入适量的水 我这里下了大概四勺左右 把汤烧开 煮至一到两分钟 再下入酸菜 然后下入多一点点的胡椒粉 适量的盐糖进行调味 我也在这个基础上 再下一点蚝油进行提炫 把酸菜的味道煮至粗味以后 再下入刚才腌制好的鸡片 把鸡片煮开打去浮沫 把它煮熟断生就可以出锅 我这里的酸菜已经够酸了 如果想再酸爽一点的话 可以加一点点白醋 盛完以后再撒上剩余的配料 再淋上一勺热的菜籽油 带出它们的香味 一到非常酸爽开胃的酸菜鸡就制作完成 如果你喜欢这道菜 请慢慢点赞收藏转发 谢谢大家观看